我们来看这一题 阿宇同学有一个特质的计算机 上面只有数字0、1、2等等一直到9 以及三个特殊按键 分别为常用对数键logs 指数键3的s次方 与100的s次方 常用对数键的功能为 如果输入一个数字后再按logs键 计算机萤幕会输出该数字的对数值 指数键的功能为 如果输入一个数字后再按3的s次方 或100的s次方 计算机萤幕会输出该数字的指数值 例如输入数字2 或再按100的s次方会得到1万 接着再按logs键会得到4 再按3的s次方键会得到81 根据以上说明 当阿宇同学输入数字1 再将这三个特殊按键 依序按来按去 即1再按logs键 再按100的s次方键 再按3的s次方键 再按logs键 再按100的s次方键 则该特殊的计算机萤幕 最后输出的数字为何 要填入式呢 那么首先它输入的数字呢 是1 那么因此呢 再按logs键 所以呢 我们就会得到呢 是log1 那么log1这个值呢 就是0 那么因此呢 再按100的s次方键 也就说得到呢 100的0次方 那么100的0次方这个值呢 是1 那么因此呢 再按3的s次方键 也就说得到3的1次方 那么这个值呢 就得到是3 所以呢 再按logs键 那么因此呢 我们就会得到log3 这个值 那么因此呢 再按100的s次方 我们就会得到呢 是100的 那么log3次方 这个值 那么因此呢 接着我们就来计算 那么100的log3次方的值 所以呢 这个100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呢 10的平方 那么整个呢 再log3次方 所以呢 就会等于10的 那么2呢 可以跟log相乘得到呢 是2倍的log3 那么因此呢 就等于10的 那么2倍的log3呢 这个2 可以呢 到3的次方来 那么因此呢 得到是10的3的平方次方 所以呢 就会等于10的 那么log3的平方 我们得到呢 是9 那么log的底数是9 计算结果 得到这个值呢 就是9 那么意思也就说呢 等一幕 最后输出的数字 那么就是呢 输出的数字是9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那么 letzt不需要再来 这份地方是1 和101 5 7 7 8